大家不拿毛笔写字的时候 毛笔写字不是必然的 所以你还要练就的用毛笔来表现 所谓的展示 那它一定会比较靠向艺术表现 真正的主流的展示场 已经变成了现代的展示空间 就是类似像美术馆的现代的展示空间 所以你不可能不去彰显视觉性的感染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念诗砖的时候 屏中诗砖的时候 也受到一些老师的影响 就会询问老师说 那如果还要继续进修 要怎么进修 所以毕业以后就到台北来服务 那服务期满的时候 就准备考师大的研究所 所以我就报考了《水墨创作主》这样 那那个时候的台湾的背景啊 就是还蛮具实验性的 所以我去念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种现代的氛围 所以那个时候在世大的学习呢 大概就是摆当在传统也很重要 可是现代思维 在那个时代来讲 必须要去重新思考 所以那时候的作品 就包括一部分 比较传统基础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比较实验的 书法呢就是 还是会面临时代必然的一个考验 所以怎么样表现文字 表现传统精湛的技术 来彰显它还是属于书法的艺术 可是又要像当代艺术一样 彰显个人的观念 然后有高度的自觉性 可能这个问题会不断地被讨论 那这个讨论来讲 就会影响到现代的 或当代书法发展的趋势 师大毕业以后 就有个机会 因为台北就有私人的书法艺术馆成立 担任了主任的工作 不到两年时间我离开了 这个行政的工作 我还是觉得我适合做 教学或创作的工作这样 然后呢才又到学校里面去 到了华泛大学任教 那就专任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思考书法的现当代性的问题 会因为不同的场域的观看 会有不同的思考 也许会更深更广这样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持续还是做战后台湾现代书法的 或者49年后台湾书法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些现象 战后的现代水墨的这个运动 受到抽象绘画的影响 抽象绘画呢 影响了日本的前卫书法 那日本的前卫书法所展现出来的印象 一定程度也会影响到 台湾80后的现代书法的动向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不可分割的 战后的普遍的 受到现代的抽象绘画的影响 特别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 那就是我是从小就练字 然后呢真行草力传 大字小字都练过 那临摹的数量很多 那当然我也会同时觉得说 我也必须要彰显我个人不同的特质 比如说传统功夫 所以在这种比较抽象性的视觉感染力之外 我会加上一些小的文字来旁蹭 这些小的文字的旁蹭 有点类似以前的古典的作品 有很多人的提记 提拔这样子 它也很自然的混搭在 我们传统的博物馆的印象里面 所以我们做这些提记 提拔或者是用印的时候 它似乎是有现代感 可是它又似乎跟传统的视觉经验 是有联系的 它不是断裂的 但是又不同于日本的墨像书 毕竟日本艺术家来讲 他对于中文的理解 没有像台湾或中国那么的容易 特别是台湾 在文化训练上面相对没有断裂 所以对于中文的把握是比较好的 那这些提记提拔 是必须要有更好的中文能力 中文的诠释能力 所以我透过这些内容再去帮衬它 也同时彰显书法传统功夫的重要 但是不离开现代视觉感的一种彰显 也符合现代展示空间的需要 台湾刚好是介于受到日本一定程度影响 跟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些影响 所以台湾是折衷在这两者之间 一直到现在 有比较重视视觉感 重视气势的 但也有钟情于传统 比较优雅的文能风格的 也有希望台湾能够 有试又有运 那就是一个书法表现非常好 很健全的一个方向